当时就是个错误 是时间跟我们开的玩笑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 我和杨欣 或许才是最合适在一起的两个人 当初的选择耽误了你们 也害了我们自己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你能在我就不能啊 你不是嫁给那个什么夏合了吗 你不是也取了诗衣 照样出来浪啊 别提了 没劲 怎么 后悔了 可不是吗 我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 无聊死 当时你不也是上赶 出钱出力把人取到手了 这么快就你 你不也是吗 你为什么嫁给夏合那个呆子 想听真话吗 你不会是因为我娶了诗衣 就嫁给他的青梅竹马了 现在想想 确实是有点冲动了 对不起 后来没过多久 我们就出了一场车祸 我们两个陷入昏迷 生死未卜 在昏迷的时候 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声音 问我们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最想做什么 我想回到这个假天 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出 正确的选择 然后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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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和阳心在临死之际 竟然能穿越回到了这里 你们呢 发生了什么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夏和 如果人生能重来 我想和你在一起 夏和你呢 喂 你是不是死外面了 一天到晚只会工作 公司裁员 这死有你 你因为你 你不要 你不认为 这日子 我与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师爷 如果人生能重来 我会好好爱着你 果然是这样 当年你们两个在这里 许下了愿望 许愿术让你们回到了2008年 重新做出了选择 但是 这个选择关系到我们四个人 只有我跟杨欣也回来 这个结局 才能被改变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直面内心 改变过去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选择了 这一次 我选择杨欣 祝福你们永远在一起 我会不会经许 这个 我会不会经许 你看 Fate 你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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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 我给你造一个家 一言为定 嗯 师爷 你愿意做一条我 我愿意 我愿意做一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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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 跟著我, 讓我, 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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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